欲说日本忍者能依靠吹标筒在水下进行呼吸 并且埋伏数个小时不会发现 而一旦刺杀目标出现时 他们就会迅速吹出毒标一击致命 可现实中这种暗杀技能真的存在吗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 刘烟族首先需要验证人能在水中坚持多久 于是他们在水池中装满凯利的洗澡水 并且水温刚好控制在当地的平均值 然后托瑞自告奋勇抢到了测试资格 而为了避免在实验中快速失温 他往身上涂满了猪油后穿上了忍者皮 可他又能在水下埋伏多久呢 刚开始托瑞感觉非常良好 但在45分钟时 他的身体就出现了明显颤动 因为人体在水下的失温速度是空气中的32倍 而人一旦出现失温现象就可能导致死亡 所以殡葬队员提前做好了服务准备 直到坚持一个小时后 托瑞就开始出现呼吸困难 最终他才不得不终止了测试 普通人都能在水下坚持这么久 对训练有素的人者来说肯定毫无压力 但他们又能否精准击中目标呢 接下来留言组开始用竹子制作吹标筒 可由于找不到当时的相关图纸 三人只能按照各自的想法展开设计 其中托瑞采用最简单的方法 他只打磨掉中间的竹节就完成了制作 可在测试时却根本无法瞄准目标 而格兰为了提高发射的精准度 他在托瑞的基础上增加了红外瞄准器 但这也导致因毒标太重而无法被吹出 甚至还差点闪瞎了眼镜 最后凯莉在箭桶中加入了金属导管 以此来提高发射的准确性 并且在测试中他精准击中了目标要害 那如果是在水下吹出 毒标还能否一击命中呢 接下来他们开始了水下测试 据说忍者能在水下吹出毒标 并且精准命中敌人 为了验证这种操作能否实现 留言组决定假扮忍者进行水下测试 看吹出的毒标能否一击命中暗上的假人 于是凯莉首当其冲前在水中瞄准了目标 但当他用力发射时 毒标却直接与假人擦肩而过 并且在第二次测试时同样偏离了目标 格兰表示是因为光在空气与水中的传播速度不一样 这就导致光线在进入水中时产生折射现象 从而无法直接瞄准目标 于是凯莉重新调整了角度并继续进行了测试 而这一次终于成功击中了目标要害 可在实际的刺杀行动中 忍者需要依靠吹标筒进行呼吸 所以他们只能在水下装入毒标 但这就会产生新的问题 吹标筒一旦离开嘴巴就会进水 从而导致吹标变成了打水枪 这样不但不能刺杀目标 反而会暴露自己的行踪 这时凯莉想到了解决的方法 她认为飞标只有尖端才有毒 所以只需要事先用牙齿咬住毒标尾部 就能在水下呼吸 并且发射时水也不会进入吹标筒 可在现实情况下真的可行吗 托瑞按照这种方法首先进行了发射 但由于身体太虚毒标并没有击中目标 同时凯莉的吹标筒也出现了问题 好在最后格兰顺利吹出了毒标 并且精准命中了假人 综合三人的多次测试 其中托瑞能适应水下埋伏的寒冷 凯莉能制作可靠的武器 而格兰则能在水下命中目标 他们三人加起来约等于一个人者 所以训练有素的人者 确实有可能在水下完成刺杀 据说有个倒霉鬼在洗澡时 不慎将吹风机落在了浴缸中 结果发生了漏电导致当场开袭 并且在电影中鬼娃就用这种方法 将主人垫成了烤肉 为了验证电气掉落浴缸是否会产生致命电流 留言组决定进行真人测试 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志愿者 亚当只能用凝胶制作了一个仿真假人 因为这种材质的导电性与人体一致 同时为了判断假人的生死情况 他们在心脏位置插入了两块电极 而电极的另一端连接了点火装置 由于人心脏电极的致命电流为6毫安 所以实验中通过的电流一旦超过这个数值 装置就会产生火光 这就意味着浴缸中的人会当场开袭 等所有准备做好之后 他们首先将通电的吹风机放置在浴缸上方的平台上 然后亚当躲在门口拉动了释放的绳索 当吹风机掉落浴缸的瞬间 烟火装置立马发生了爆燃 同时传感器显示通过假人身体的电流达到了8.5毫安 这要是哪位粉丝躺在这个浴缸中 估计这辈子都值了 紧接着他们又拿出女友们常用的卷发棒进行了测试 然而这次却没能引爆烟火 而且检测到的电流也只有6.5毫安 虽然这个数值不足以当场开袭 但会使人全身肌肉麻痹 而这种情况下 躺在浴缸中的人被困住就只能等死了 之后他们继续将收音机和电运斗分别丢进了浴缸 但无一例外都能置人死地 并且电流更是达到14和32毫安 可见电气掉进浴缸确实会造成致命电机 但考虑到很多粉丝都喜欢在泡澡的时候尿尿 而混有尿液的洗澡水会有更强的导电系 可这样又会不会达到电影中一样变成熟人的效果呢 接下来吉米在含有沐浴露的浴缸中倒入了一杯新鲜尿液 同时还在水中加入了少量盐水 以此来模拟真实的洗澡水成分 而当吹风机再次掉落浴缸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电流竟然高达1安培 如此大的电流很快就能将人体烧焦 所以大家在洗澡时千万不要使用电气 不然一不小心就可能变成熟人了 据说在尿急的时候只要扭动身体就能憋得更久 因为我们在把持不住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为了验证这种方法是否有效 留言组决定挑战自己的膀胱极限 首先他们先进行了对比测试 看三人在不采取任何措施情况下的憋尿时间 于是他们都在放空的状态下每人喝下了两声白开水 然后就开始各自的日常工作 同时中途不能有任何进食与憋尿动作 直到实在把持不住才能释放自己 而就在坚持116分钟后 看似强壮的托瑞竟然第一个脚械投降 并且他那断断续续的节奏声让格兰忍无可忍 以至于托瑞刚出来他就冲进了厕所 但凯莉的表现就让人刮目相看了 他最终已超过格兰41分钟的成绩傲视群雄 同时尿量也多了30% 有了基准数据之后 他们在第二天开始了正式实验 同样是在放肝的状态下喝下相同体积的白开水 而不同的是 这次他们将采用扭动身体的方式让自己坚持更久 刚开始三人相对比较轻松 但没过多久尿液就开始上头 托瑞和格兰只能抖着腰抖动身体 以此来控制自己的膀胱扩约肌 而凯莉则要淡定很多 他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节奏扭动 终于在90分钟后 体虚的托瑞再次不争气地跑进了厕所 相比第一天他甚至提前了26分钟结束战斗 紧接着20分钟后格兰也没能板实住 他比上次提前6分钟完成实验 而天赋异禀的凯莉则最终以165分钟的成绩 再次赢得比赛 并且他相比对照实验延长了7分钟 所以从实验数据来看 扭动身体确实能让凯莉坚持更久 但用在格兰身上却适得其反 至于托瑞 每次时间都是最短的 很明显已经无可救药了 据说C4是一种稳定性极强的烈性炸药 一般的火烧和撞击都无法将它引爆 甚至用子弹射击也不会发生爆炸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下面他们决定用子弹来射击燃烧中的C4 看炸药能否被引爆 首先测试的是9毫米狙击枪子弹 而它的出塘速度高达800米每秒 等C4被点燃后 专家瞄准目标扣动了扳机 这时被击中的炸药如同捏碎了鸡蛋 但没有发生爆炸 之后亚当将普通子弹换成了夜光弹 而这种子弹表面涂有菱粉 会在射出后与空气摩擦产生火光 然而当他们再次击中C4时 效果还是和之前一样 炸药并没有因为子弹的撞击而爆炸 于是他们继续升级成了燃烧弹 它的内部填充有镁铝合金和硝酸被 在击中目标后会产生高温爆燃 可这样真能成功引爆C4吗 当专家扣动扳机的瞬间 C4似乎出现了爆炸 但亚当表示这是燃烧弹击中钢板本来的效果 所以炸药依然没有发生爆炸 而为了达到引爆C4的效果 最终流烟组决定使用铝热剂 它有两种金属粉末组成 燃烧时的温度高达恐怖的2500摄氏度 之后亚当将12公斤铝热剂倒入C4上方的容器中 实验中一旦被点燃 融化的铝热剂会从中间的小孔流出 直接浇灌在C4上 可这次炸药是否会成功被引爆呢 然而他们再次低估了C4的稳定性 尽管炸药处于极度高温中 但却依然没有发生爆炸 因为C4的主要成分是黑锁金和缓冲粘合剂 只有用雷管才能成功引爆 而雷管的爆炸速度高达每秒3万米 这就比音速还要快100倍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除了使用雷管 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方式引爆C4 不信的话大家还是不要尝试了 据说C4炸药能充当燃料用来做饭 并且越战时曾有美国大兵用点燃C4的方式来加热狗羊 但炸药在加热过程中会加剧分子间的运动 从而增大内能引发爆炸 可身为烈性炸药的C4究竟能不能安全燃烧呢 为此留言组将一小块C4放置在爆炸试验场 并安装好了远程引火装置 然后亚当在安全位置进行了点火 这时C4竟然开始燃烧起来 并且温度很快就超过500摄氏度 但炸药并没有发生任何爆炸 可见C4确实能安全地燃烧 那么产生的热量是否足以煮熟食物呢 接下来他们弄来一份不要钱的单冰口粮 然后点燃C4对它进行加热 虽然火焰持续的时间只有两分钟 但好在炸药依然没有发生爆炸 并且食物也被加热到了半熟状态 显然只要增加C4炸药的剂量 完全可以代替燃料加热食物 那如果在燃烧时刚好受到外力撞击 C4是否又会发生爆炸呢 接下来他们将铁锅挂在了C4正上方的吊炉上 然后在锅中注满了凯莉的洗澡水 以此来模拟野外炒菜的情况 当炸药被点燃后 他们在安全位置释放了铁锅 这时锅底重重砸在了燃烧的C4上 但撞击不但没有引爆炸药 反而熄灭了C4的火焰 但考虑到战场环境瞬息万变 如果在紧急情况下 有人企图用脚踩踏的方式熄灭火焰 这样又会不会被意外引爆呢 由于没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亚当只能制作了一个仿真机器人 他能模拟人用力踩踏的动作 等钢板上的C4被点燃后 他们启动机器人踏了下去 但炸药不但没有被踩爆 反而还粘在了鞋子上 亚当认为踩踏力度不够大 于是他们将一个41公斤的铁针挂在支架上 而它砸在炸药上能产生10兆帕的巨大撞击力 可这次C4又能否被引爆呢 然而当他们拉下释放绳索的瞬间 铁针稳稳砸在燃烧的C4上 但炸药依然没有任何爆炸的迹象 所以正常情况下 C4确实能代替燃料加热食物 那如果在战场上不幸被子弹击中 又是否会引发训爆呢 接下来他们继续开始了测试